刚刚发明的 这种都是南瓜 为什么摘南瓜 跟你们说了哈 慢吃摘各种南瓜 看着皮很硬的 我曾经听过人说 那些水煮它 煮到它有种皮 我觉得不好 因为 看到南瓜里面的肉 可能软了 沙姐里面的肉很快软了 所以你皮很硬 我红了 只要跟你们说一下怎么做 那你将南瓜切好一块块 然后你让它有点水分的 可以放普通的 放菜一架 放了冷了之后 就拿出来 因为菜有水分 一点点水分 烘起来不会尖尖 然后把南瓜切一片片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主要是当我们拿它 它的肉的时候很容易拿出来 又不需要用水 浸泡它 那些甜的味道 营养全部非凡在水里面 包不好 就是用这个方法 挖出那些屋子 然后 蒸它一块块 我觉得它还不够 我还有放进去中药 红衣沙 只不过跟你们 解释一下时间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我去就烘给你们 去找它了 去找了 所以你照在上面 为什么我这样有这个方法 跟文家说 因为我曾经试过 很难烧皮 那些皮真的很难烧 变成它 烘出来真的很麻烦 这皮真的很难烧 那变成它 我烘的时候 这鱼 怎么说 哇 一不小心 可能会觉得好 因为那些南瓜的皮 真的很好 有些时候 比较浓的时候 比较好 所以用这个方法 它就营养 不会做水就非白 有灵差说 做水里面 煮一散 不合不合 很难的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哇 你猜 可以切的时候 你煮的时候 不准烘得怎么熟 差不多7%至5% 然后把皮鱼 再煮一下 OK的了 嗯 祝你们成功